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多媒体应用 大家好 我是台北商业技术学院资管系唐日清老师 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多媒体应用第18个讲次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魏云云同学担任本讲次的助讲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多媒体应用的助讲老师魏云云 那待会会有为各位同学介绍photo story的一些操作 好 那各位同学在上个讲次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给各位同学示范了 如何利用photo story的步骤 制作一个简单的故事集 多媒体的故事集 那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步骤呢 比较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那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跟各位同学要介绍 四个主要的一个步骤 那第一个是图片的编辑 那我们在上个讲次 有很快的给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图片的编辑 可是如何去细部的制作这个图片的编辑 我们在这个讲次要跟各位同学做一些进一步的介绍 那第二个呢 是效果的调整 那在上个讲次 我们没有跟各位同学去详细的说明 这个图片的照片的这个效果 如何去做进一步的一些调整 那第三个是自定的动作 那第四个是选取转换 那我们这个讲次呢 就要介绍这四个部分 那首先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图片的编辑 那photo story它是一个视讯的一个 处理的一个自由软体 它并不是一个图片的一个软体 所以它图片照片的编辑功能非常有限 不过它仍然有一些基本的图片编辑功能 那它的基本的图片编辑功能 包括了图片的裁剪 还有移除黑边 那这图片的基本 它预设的图片的大小呢 是4比3的这个比例的大小 那各位同学在上一个讲次呢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在汇入图片之后呢 你会看到下面有一个按钮叫做移除黑边 那这移除黑边里面两个人 是里面有两个人像 那外面这个黑色的部分是黑边 那它移除黑边的这个按钮呢 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做判断 你的图片或照片是否有黑边 那如果你认为它 Photostory帮你判断的这个黑边是正确的 按确定 它就可以帮你移除黑边 那这个判断完这个移除黑边之后呢 那其实它还可以帮 帮助我们去做这个自动裁剪的功能 帮助我们对这个照片或图片 做基本的裁剪的功能 那裁剪的功能呢 它一样也是会帮我们先 先设计好 你需要裁剪的这个部分 那它一样留给使用者 去做这个进一步的设定 你到底要调整这样子的一个 裁剪的一个范围内容等等 好 那第二个步骤呢 第二个步骤呢 要跟同学介绍的这个是下面一个这个效果调整 效果调整呢 有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的效果调整 类型的叫做色阶校正 色阶校正 那所谓色阶校正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数位相机 或者说我们有些图片 它的这个原来的色阶 有一些色差 或者有一些 那我们按这个色阶校正的这个按钮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快速的色阶校正 那各位同学可能 可能回忆到我们前几个讲次 有介绍过这个光影魔术手的这个色阶 它有很多种不同参数要 可是Photostory并没有这么多参数设定 它只是说基本的色阶校正 那第二个红眼校正 红眼校正 红眼校正呢 各位同学可能也会回忆到我们前几个讲次 在那个光影魔术手的时候 红眼校正有多整个条 可是在Photostory没有 它的红眼校正呢 只是专门针对这个红眼的部分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数位相机 照出来这个色系 有红眼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红眼校正做基本校正 那第三个逆时针跟第四个 顺时钟的这个旋转呢 它基本上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效果的调整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直立在拍照 有的时候是横向横式在拍照 那直立拍照 结果呢放进这个Photostory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对它去做一些 逆时针或是顺时针的这个调整 它才符合我们这个说故事的这个图文集 好 那接下来呢 是关于这个编辑片的部分 编辑图片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编辑图片的部分 我们在汇入图片之后 通常在这个图片的这个下方呢 它会有一个编辑图片的这个 编辑的这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 我们点选了这个编辑的按钮 它是标签执行的指定工作 标签执行的这个指定工作 那我们其实就是将我们需要编辑的一些文字 那在这个按钮 在这个文字方块呢 进行一些编辑 然后再进行储存的动作 好 那提醒一个就是 这些文字 或者是这些图片 一定都是我们在事前 如果我们希望做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 故事集的话 我们都必须先做一个脚本 那如果你只是要 非常随性的一个故事集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自行去编辑 好 当我们按 选择了这个编辑图片之后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下一个画面 下一个画面 编辑图片的下一个画面 它有旋转跟裁剪 自动讯正跟身高等等 好 那我们在这个课本上面 给同学看到的这个灯塔 它是横躺着的灯塔 那我们需要做这个旋转的动作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做这个旋转 跟这个裁剪的动作 好 那关于这个造成性特效 那个我们待会才会再跟各位同学继续介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各位同学看到 这个在Photostory里面呢 它有很多一些那个新增效果 新增特效的这个功能 新增特效 那在这个新增特效的功能里面 它有一个下拉式选单 它有一个下拉式选单 那这个下拉式选单里面有 有非常多的这个特效 那各位同学可以 一个一个的去试验这个特效 它最后对这个照片或者是对这个图片呢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效果 那可以去试试看 好 那我们下一张这个PowerPoint呢 可以给各位同学看到的 是其中的两个特效 一个是水彩 我们在画面的左手边是水彩的特效 那右手边的是外框灰色 那我们在教科书上面呢 这个所有的特效都列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面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将各式各样的特效呢 去做一个测试 那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魏同学 帮我们去实际操作一下这些基本的这个处理 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图片编辑的功能 那首先呢一开始我们先开启Foto Story 那我们一样是点选开始新故事 那我们点选下一步 第一步之后会进入到一个绘度图片 以及编辑图片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视窗 那我们一开始也是一样先绘度图片 到我们所到我们所储存照片的资料夹里面 去做个开启的动作 那一开始我们开启图片 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些图片 有一些东倒CY的状况 或是有黑边的状况 有红眼的状况 或是我们想要对我们的照片进行一些排列的动作 那这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进行一些编辑 那首先我们先来移动我们的照片 那我们假如我们要把中间这张照片呢 移动到最后一张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点选最右边这里有三个按钮 就是往前移动跟往后移动 那我们可以藉由往前移动往后移动来改变我们的照片 它所一个摆放所会呈现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它是向左 向左翻转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要把它翻正的话 我们要使用一个顺时针旋转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看到第二张照片也是有相同的情况 那我们一样是点选顺时针的功能 旋转的功能 那当我们的照片它的一个位置 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的照片的一个周围的两边会有一个黑边的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移住黑边 来对我们的照片进行一个移住黑边的动作 那进入移住黑边的这个视窗呢 我们可以选取我们照片所要一个呈现的一个范围 接着点选是 因为Follow Story它会为我们自动沾层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黑边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点选全部接式 那这时候呢Follow Story就已经会为我们 就已经帮我们把我们所有有黑边状况的图片 都已经做一个移住的动作 那同学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 好同学那我们继续刚才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刚刚做的照片的黑边已经都完全移除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照片 再进行其他的编辑的动作 那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第一张照片 我们可能会觉得它的色彩有一些想要再加强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点选地道证 当我们点选完色彩校正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照片 它的一个对比度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我们也可以点选编辑 到里面的自动修正 那自动修正里面呢提供有对比校正 色彩校正以及红眼校正等等的功能 那我们都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需求 做一个选定说要不要进行这个动作 那当我们的动作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点选一下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我们只要点选一下 那前两张的照片一些色彩和一个对比的调整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的照片 那第三张照片它是有个呈现一个红眼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用编辑左边的 从左边锁过来有个第二个红眼校正的功能 我们点选一下 那当我们执行完红眼校正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图片的红眼的一个状况已经移除了 那我们照片上的编辑就已经完成 那我们这时候点选下一步 当我们来到下一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特殊效果可以编辑以及文字的一个新增 标题文字 那我们先来新增一个标题文字 为了我们第二张的一个照片 然后来新增灯塔的一个字样 那这时候呢我们先点选到我们的第二张的照片 接着输入我们想要输入的文字 当我们输入文字之后呢 我们要对我们的文字进行一些字形上还有样式上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点选修改 那点选一个修改的一个按钮 那我们进来字形的这个视窗里面 那我们可以先点选选择我们字形所要的一个颜色 接着呢我们可以点选我们所要想要表现的呈现的一个字形 那最后呢我们点选一下我们的字体的大小 那当我们都点选完之后我们再加确定 好那当我们字形呢 它的一个样式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位置 那我们就依照我们自己想要摆放的位置去做一个呈现的动作 好那现在我们的字形它的调整以及位置已经设定完成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特殊效果 特殊效果呢就是为我们的图片进行一些样式上的一个转换或变化 那我们把我们的第一张照片以水彩的样式呈现 那我们当我们执行完选择水彩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第一张的照片它是以水彩的一个样式做个呈现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点选第二张图片 我们点选择蛋的 那当我们点选择蛋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张照片它整个色彩已经呈现一个刷蛋就是颜色已经淡化掉的这个样式 那以上就是一些图片编辑的动作我们把时间往给透视 好我们谢谢魏同学跟各位同学介绍的这个图片的编辑 那各位同学可能会发现这个Photostory的那个图片的编辑 它的功能其实还是相当有限 那如果各位同学对于这个照片图片的编辑呢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用光影魔术手或是其他的这个编辑软体 除非你没有安装光影魔术或其他的编辑软体不熟悉 那你再用它的这个Photostory的基本的这个图片编辑 然后再继续这个故事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功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那个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重要的功能叫做自动自定的动作 自定动作那自定动作这个功能呢 顾名思义就是希望将这个照片或者是图片 让它是从那个二维的变成像是像是动画一样三维的东西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将二维的东西变成三维的东西 所以我们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技巧 让这个镜头的远镜移动我们的镜头远镜 让它看起来像是有那个有立体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叫做自动动作的一个功能 自动动作的功能 那各位同学可以在我们这PowerPoint上面呢 看到这个动作呢 自动动作它其实就是调整我们 自由地调整我们图片或照片的一个呈现方式 当我们将我们的照片或者是图片汇入进来 那个Photostory之后呢 在这个图片的下方 各位同学可以发现图片的下方呢 它有一个自动的动作的一个选项 自动的动作的一个选项 那这个自动动作的选项呢 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对这个图片 或者是照片 它的动作去做一个设计的一个功能 当我们点选这个自动动作的选项呢 那它就会进到下面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功能 点选了自动动作的按钮呢 它主要呢 它是要帮助我们去设计 你的取景的一个技巧 什么取景的技巧呢 这个取景的技巧就是 我们要不要将这个镜头移往 移往这个照片 或者是要缩放这个照片 所以它的这个取景的技巧呢 会需要我们将这个图片 去做这个取景这个动作 那第二个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除了取景的动作之外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对于这个没有旁白的这个图片 可以去显示一些秒时间 是以秒的方式来显示这个时间 第三个是在图片或图片之间 它转换的方式 它用什么方法来转换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简单的 photo story的一个故事集 它都是非常单调的这个展示方式 图片跟图片之间 直接就转换过去 那如果我们希望 它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转换方式呢 那是可以设计的 那最后呢 它其实可以显示这个转换的这个秒数 转换的时间跟秒数 那当我们决定将我们的照片或图片 去做一些自动的这个 自动的动作的设计的时候呢 当我们点选了自动动作的按钮 就会进到下面这个画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画面非常特别 那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像这个层呢 两张照片是相同的照片 只不过这两张相同的照片呢 左手边跟右手边它的标题不一样 左手边叫做开始的位置 那右手边呢 叫做结束的位置 那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取景 开始是怎么样取景 结束是如何取景 那当然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 我们不要每一张 每一张照片 都是有这个取景的动作的话 我可以选择第一个 就是开始位置 结束的位置相同 那它的效果呢 就是像我们刚刚 为同学给各位同学示范的 就是它其实就是照片 跟照片之间的翻转 它并没有特殊的取景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做 这个取景效果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在起始的位置 跟这个结束的位置 去设定你的那个 设计你的这个聚焦的这个范围 那在我们荧幕上面 给大家看到的 原先的这个起始位置 是整张照片 结束的位置是半张照片 那这个效果呢 就是在模拟那个 模拟那个Zoom In 那个数位相机 Zoom In的效果 那如果相反的话 我们将这个起始的位置 是比较小的小块的区域 然后那个结束的位置 是整张照片的话 它其实就会模拟到效果 好 那各位同学 其实可以就试试看 我们在下一张这个PowerPoint 上面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个设计开始 跟结束位置的这个动作 那各位同学可以去试试看 Zoom In跟Zoom Out的这个效果 除了这Zoom In跟Zoom Out的效果之外 各位同学其实可以去调整 它的这个控制点 控制端点 那这个控制端点呢 它的调整方式有两大类 有两大类 那第一个呢 是直接调整这个矩形的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矩形的大小 也就是说我们将游标 一向矩形的边界 或者是角落的时候呢 那个游标就会变成双向箭头 那变成双向箭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拖曳我们的这个 这个控制点 控制点 那种方式呢 假设我们想要将整块矩形的区域 就是我们聚焦的这个区域呢 整块做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将我们的滑鼠 滑鼠指向矩形的中心 那这个时候游标就会变成 四个方向也好 那就可以将整块的这个 矩形的区域 拖曳到图片的出现的地方 它就会变成聚焦的一个区域 好 各位同学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好 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 跟各位同学介绍的 是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选取转换 那什么叫做选取转换呢 我们刚刚在一个讲的时候 给各位同学播放的 这个photo story的一个故事集 你会发现说它的这个照片 跟照片之间呢 它并没有一个特殊的 一个效果存在 那有的时候我们希望 我们的故事 中间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譬如说它播放的方式 以新型的方式播放 或者它播放的方式 是以淡入淡出的方式来播放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选择这个 转换的这个效果 那转换的效果 我们必须在这个 转换效果的部分 去做一些设定 好 那我们刚刚仍然是 这个自定动作 自定动作的这个选项 那自定动作的选项 它下面有两个标签 一个是动作的设定 跟动作的持续时间 它右手边的这个标签呢 叫做转换 那各位同学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右手边标签这个转换下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 这个转换的动作 譬如说 第一个是分割水平 第二个是分割垂直 第三个是交叉淡化 第四个是心形 那分割水平的意思呢 就是各位同学其实可以发现 它就是它的展开 是图片跟图片之间展开方式 是以分割水平的方式 这样做变化的 做交替的 那分割垂直也是 那如果是心形的变化呢 就是它是以心形的方式 去做展开 那如果我们需要 在这个故事的 这个编辑的时候呢 因为它已经做展开 那你就必须在这个 转换的地方 去做心形的这个选项 好 那当我们在 自动选项完设计完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新增 这个背景音乐 好 那背景音乐呢 刚有跟各位同学介绍 各式各样的背景音乐 那各式各样的背景音乐 各位同学可以自行的去收集 那如果各位同学 没有自己收集的话呢 在Photostory里面 它有建立音乐的这个选项呢 它有帮各位同学 预设了很多 各式各样风格的音乐 你可以选择建立音乐的选项 好 那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 自己已经选好的音乐 可以从第一个选取音乐的选项来设计 那这个音乐选择完毕之后呢 那个如果各位同学希望 希望在这个 希望在这个图片里面 去做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动作呢 你可以从这个自定动作 这个选项里面呢 去做这个自定动作的这个设计 那自定动作的选项呢 它可以在动作 在持续时间 还有在转换上面 都去做这个每一张照片的设计 那如果你希望对整批的照片 或整个资料夹去做这个设计的动作呢 你也可以去做整批的这个设计 或整批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处理 好 那处理完毕之后 这个音乐的部分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同学介绍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魏同学 帮各位同学示范一下 如何自定这个动作的选项 动作这个设计 以及这个动作的这个转换 照片之间的转换 让我们多媒体的这个作品 会更丰富更有趣 好 我们将时间交换 交给这个魏同学 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自定动作 那我们呢 我们延续我们刚刚所进行的一个步骤 然后我们编辑完我们的标题之后呢 我们点选下一步 我们会到达一个自定动作 以及增加旁白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这时候点选自定动作 其实会出现动作和持续时间 以及转换的一些选项 那我们先来看到动作和持续时间 在动作的位置这里 我们可以设定说 起始位置它整个照片的范围 以及结束位置它照片所呈现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把设定动作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打勾的话 那我们就无法为它进行编辑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开始位置 我们把它呈现一个整张照片的选取 那结束位置呢 我们就把它移动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这是一个 RuneIn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当我们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一下预览 来看一下说 我们刚刚所完成的动作 那当我们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储存 接着把它关闭 那接着呢 我们来设定第二张照片 那一样 我们点选到第二张照片 我们点选自定动作 我们先把设定动作的开始和结束位置打勾 那这张照片呢 我们要把它设定为一个浩子的一个动作 那首先呢 我们把开始的位置的一个照片 我们把它的范围缩小 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结束位置呢 我们把它维持整张图片的一个样式 那当我们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点选一下预览 我们可以从预览当中呢 观看我们刚刚所一个设定的一个样式 那当我们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持续时间 那持续呢 FlowStory它一般是设定预设为5秒 那我们可以更改我们自己想要呈现的一个时间 我们点选一下储存 接着我们看一下转换 那从转换这个画面里面 可以看到目前图片以及前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由目前 我们可以由转换的这个画面里面呢 我们去设定说 我们想要转换成 我们在转换的当中呢 我们想要呈现什么样式 那当我们点选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从中间这个荧幕 去做一个预览的动作 假定我们要选定这个动作 那在储存之前 我们可以先点选一下预览 那我们从预览当中 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刚刚所设定的画面 它呈现的 它是以什么样式的方式呈现 那我们点选一下储存 按下关闭 接着我们点选下一步 那个到时候呢 要设定一个背景音乐 那我们这次我们直接利用里面的音乐 去做一个 作为我们背景音乐 那我们点选 我们先点选世界音乐 那我们点选世界音乐意大利 那我们接着点选古典音乐 我们从我们选择里面的快乐 那速度呢 我们把它调为慢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点选播放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声音是如何 那我们预览之后呢 我们点选一下确定 那接着我们就为我们的故事呢 进行输出的动作 我们点选下一步 那这时候呢 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一个需要 去做一个图片大小的调整 那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专案储存 在我们电脑上 然后我们要做 在我们电脑上播放 我们先选 先选好我们所要这个储存的资料夹 我们点选储存的动作 点选下一步 那由于它的音乐 它是由photo story里面所产生 所以它在建立故事中 产生音乐的同时 它的速度会比较慢 那待会 等我们等photo story呢 编辑完我们故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 检视故事的动作 那这时候我们点选解释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刚刚所设定的一个样式 是如何 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一个故事 以上就是photo story的一些介绍 我们把时间放好 好我们谢谢魏同学跟各位同学 介绍了这个photo story的 那个自定动作 还有那个转换 还有一些它的这个音效设定等等 那各位同学会发现 photo story是一个非常简单 好用的一个一个问题 那我们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将自己的这个照片或图片 去收集完整 那如果你需要做一个比较 专业的一个照片 或照片集 或者是故事集 你可能就必须按照我们第三章的 这个角色的方式 预先去设计口语的脚 口白的脚本 文字的脚本 影音的脚本等等 你做出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照片集 或故事集 好各位同学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已经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最后一个讲次 那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收看多媒体应用 这个这学期的课程到此结束 好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各位 台湾